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 中共的北戴河会议继续举行 中共的政治高层和政治老人汇聚北戴河 这个时候亲习的媒体 或者说习近平 习正义所掌握的喉舌 继续为习近平和习家军造势 最近造势是提到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现任重庆市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的陈敏尔 说陈敏尔可能在北戴河会议上暗示可能有三种命运 第一种命运就是二十大 他可能是调到中央去做副总理 如果他进入政治局常委会的话 可能做常务副总理 也就是取代韩正的角色 但是同时指出有另外两个人跟他竞争 一个是李强 一个是何立峰 李强 何立峰都是习近平的亲信心腹 都是习家军人物 何立峰现在是发改委主任兼政协副主席 而李强是上海市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 他们都有可能成为第一副总理 所以陈敏尔的第二种可能性就是进入政治局常委主管意识形态 也就是取代王沪宁 并且这个时候亲习媒体顺便再说了一句 在现任的七常委中 到了明年二十大 除了习近平一人之外 其他六常委都有可能任期见满走人 再次强烈的暗示 习近平想把其他六常委都轰走 就包括该本来到年龄 该退休的栗战书韩正 还有不该到年龄 按照七上八下应该留任政治局常委的总理李克强 政治局政协主席汪洋 还有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另外还包括最年轻的中纪委书记赵乐际 他明年才65岁 但是这个亲戚媒体居然再次发出了习近平和习家军的幸福畅想曲 那就是只留下习近平一人 把其他六人都赶走 重组政治局常委 如果重组的话 按时就全都是习家军 轻易设的习家军 把李强 陈敏尔 何立峰 还有形形色色的 包括丁学祥 蔡奇等人都可能收落进去 甚至按照七下八上反过来的原则 反七上八下的原则 甚至把一些已经该到年退休的人也都留下来 比如说栗战书 刘鹤 甚至于江派常委韩正 都是习近平考虑要留任的对象 当然我说过 这是习近平 习家军的幸福畅想曲 原因就在于习近平没那么大的权位 想把七常委全轰走 自己独霸政坛 独霸天下 形成一个比毛泽东还要威势的一个所谓的中央 因为毛泽东到了文革年间 大权独揽 那时搞了11个政治局常委 但是他还是留下了一些老人 就包括像周恩来 朱德这样的人 他并不能排除 现在居然习近平 习家军和习媒体暗示 习近平要把其他六常委全赶走 自己一人独裁 一手遮天 定于一尊 但是清晰媒体虽然对此造势 但是也并没有把握 因此就提到陈敏尔的第三种可能性 就是平调中央 所谓平调 就是不升级 仍然是政治局委员 只不过主管其他工作 比如说中宣部的工作 顶替黄坤明 另一个习家军人物 也就是说陈敏尔还有种可能就是到了北京之后 继续当政治局委员兼中宣部部长 如此而已 如果是这样的平调的话 就有关陈敏尔的种种传说就到此为止 这里所暗示的就是习近平的两大亲戚心腹中 就是李强和陈敏尔中 现在李强占优势 是被习近平定为第一顺位的接班人或者是继承人 要以某种方式进入政治局常委 要么当第一副总理代替韩正 要么当全国政协主席代替汪洋 但是陈敏尔的这个媒体语待保留 就是说陈敏尔还存在着平调中央的可能性 也就暗示在习家军内部的竞争中 陈敏尔已经败于李强 而就在北戴河会议进行中途的同时 习近平 习家军所把控的这些媒体也突然开始了另外一种奇怪的报道 突然报道说在秦城监狱的那些大佬 因为在秦城监狱有中共的第二中央 那就是被打下台 以反腐为名 选择性反腐打下台的中共那些大佬 包括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政治局委员薄熙来 孙政才等人 还包括军委副主席郭伯雄 也还包括以前的中办主任令计划等都是一些高官 按照他们的级别 有政治局常委 有政治局委员 有什么政国级 副国级 各种领导人 按照他们这个级别的话 完全在秦城可以组成第二中央 后备中央 之后清新媒体突然介绍这些落马的中共大佬 在秦城监狱的点点滴滴 或者是花絮 比如说介绍周永康 说他因为是前任政治局常委 有很多的 这里面有一些特权的享受 包括他做的是最大的单身牢房 里面有特别的窗户 他可以看电视 可以看报纸 另外有坐式马桶 有相当的自由度 空间很大 另外他自己在旁边还有一块地 他可以种一些南瓜 水果等等 另外他其实没有参加什么劳动 说是每周在学习 要写一些学习心得 有时候有放风的时间等等 接着又讲到薄熙来以前的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 说他在狱中表现最差 最差的原因就是他写了很多的上述书 不服从判决 给最高院 最高法都上述 所以一直到今年都还在上述 其实中共的法律本身就规定仍有正常的上述和申诉的渠道 不能说一个人申诉上述 就说他表现差 然后就因为这个原因 居然在秦城的年终考核中给薄熙来打的是差评 然后又提到中办主任令计划 说令计划在秦城里面患了重度的精神恍惚症 清醒的时候就能说几句话 说自己当了官 当了大官 结果全家都受害 然后整个家庭的结局非常的悲惨 但是精神恍惚的时候就是完全是胡言乱语 以至于说他被多次的送进医院 送进什么解封军总医院 大概是301医院 所以最近又被送进医院一次 还要说由于另一句话 这个精神状况 秦城监狱给他的评分评价叫做暂缓 也就是暂缓考核 其实按照刑法 按照一关法律规定 一个精神病患者是不应该服刑的 精神病患者应该就说是保外就医 但是居然没有保外就医 还在秦城跟医院之间转来转去 另外还提到孙政才以前也是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 所以孙政才在秦城监狱也受到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待遇 但是他喜欢玩游戏 手机游戏 所以特别喜欢玩《王者荣耀》就是腾讯公司的这款游戏 很多人喜欢的 据说《王者荣耀》这款游戏 孙政才是玩这款游戏的最高级别的官员 在孙政才当重庆市委书记 政治局委员的时候经常就玩游戏 玩得玩忽所以 所以经常下车前都还在玩 一局不打完不下车 以至于十几名官员在车外等他 等他打完了一盘手机才下车 到了秦城监狱的时候 他继续的有这个爱好 有这个兴趣 或者是这个嗜好 然后说有时候这个狱警把他这个游戏给收走 王者荣耀 不让他玩 那么孙政才就会痛哭流涕 仿佛崩溃一样 但是清醒媒体在北戴河会议中途报道秦城这些落马大佬的消息有意味深长 其中说到当年周永康跟薄熙来说要蒙大事 说要干一场大事 所以周永康说要让薄熙来这样性格的人在前面冲一冲 为我们冲一冲 然后计划使薄熙来有可能进入政治局常委 比如说接替周永康当政法王 就是政法委书记 而周永康本人谋话可以留任政治局常委 当人大委员长之内 但是这个报道故意不说出 说周永康跟薄熙来究竟要蒙什么大事 说不得而知 事实上呼之欲出的就是篡党夺权 就是说薄熙来要跟习近平争大位 因为薄熙来跟习近平都是太子党人物 都是红二代 而父亲都是开国元老 都是同级别的开国元老 薄一波和习仲勋都当过副总理 副委员长这么一个级别 政治局委员 所以双方资历平均 而薄熙来跟习近平被放去地方上培训 作为第三地队的时候也几乎同时起步 所以薄熙来不服 为什么是你而不是我 薄熙来想蒙大位 但是这篇习媒体的报道故意不指出这一点 但是话中有话 说他们的大事显然是没有干成 然后这篇文章就一有所指 讲到秦城监狱这些大佬的生活动态 以警为政之重 什么意思 就是警告现在还在政坛上这些人物 意思就是在北戴河的权力斗争中 或者是在随后二十大的权力重组中 如果习近平的对立面反习势力 有人不服从习近平的安排 不接受习近平的要求 习近平就可能找理由 用选择性反腐把他们打入秦城大佬 而周永康 薄熙来令计化 目前的下场就可能是他们的下场 当然这种恐吓战术 警告战术在北戴河会中能不能起到作用又另当别论 因为有句俗话说 谁笑到最后 谁笑得最好 谁进秦城大佬 谁不进秦城大佬 现在应该说为时过早 而中共建了秦城监狱 就是公安政治犯 而且创造了很多的反讽 比如说建秦城大佬 是毛泽东委托一个公安部副部长去新建 结果这个公安部副部长在文革中就住进了自己亲手建立的秦城大佬 还有周永康本身当过公安部长 是管秦城监狱的 但是最终公安部长却被判处无期徒刑 坐进了秦城大佬 而且这个报道说 似乎他要在那里度过余生 实际上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被毛泽东打倒 有时候是监禁 有时候是软禁 有时候是下放改造 有时候是挂职改造 很可能习仲勋也在秦城监狱待过 所以当习家军去恐吓党内政敌其他派系的时候 拿秦城监狱来恐吓 有可能在若干年之后被打入秦城大佬的不见得是对立派系 有可能就是习家军本身 比如说习家军中的若干人物突然由于某种原因被打入了秦城大佬 甚至于习近平本人现在也很难说 或者说为时过早 说他就能够完全避免进入秦城大佬这种命运 因为对中共来说 由于权力斗争 由于宫廷内斗 甚至于某种政变 任何人 这个派系 任何人落入秦城大佬的可能性都存在 说到这里 其实这次北戴河会议 习近平对自己的安全很不放心 从体制内传出还有一个说法 说习近平这回开北戴河会议 并没有动用中央警卫局做保卫 而是用特勤局做保卫 特勤局本来是2019年建立的 由习近平的亲信心腹王小洪当局长和党委书记 王小洪是他的习家军人物 是福建来的习家军人物 当年习近平在福州当市委书记的时候 王小洪是福州公安局长 是他的老部下 因此他就委托王小洪当了特勤局局长 特勤局局长是管什么 按照他们公开的宣誓 2019年说是管四富两高的领导人 就是副委员长 副总理 副主席 政协副主席 这一类的安全警卫工作 还有包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最高人民检察院院长这些人的警卫工作 因为正职的这些领导人 比如说什么国家主席 军委主席 总书记 政治局常委 政治老人 他们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中央警卫局负责 四富两高的这种领导人 他们的这些工作 包括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他们的保卫工作就由特勤局负责 但是特勤局负责的时候 当时王小洪在内部讲话 就暴露不仅是保卫安全 而是监控这些领导人 他当时就把话说明了 说对这四富两高的这些领导人不仅要在工作上把他们监管起来 在生活上也要监管起来 也就是说对他们行监视的职能 按理说 特勤局没有负责习近平安全工作的职能或者任务 但是习近平和王小洪瞧死了一招 就说特勤局要负责会议安全 其中一个职能叫会议警卫 虽然北戴河会议就是一个会议 那么就把特勤局拿来搞会议的警卫 事实上就给习近平搞警卫 这就说明了 习近平对中央警卫局不信任 对北京卫戍部队不信任 对武警也不信任 武警总队不信任 他只信任一个北京的武警总队 有一个司令员叫李维杰 在北戴河会议前发文章 说一事是乎不听党指挥 只听习近平 让习主席放心 对习主席负责 听习主席指挥发出的 当时我说是一种政变信号 也说北戴河会议如果其他派系 政治老人对习近平不信的话 习近平方面可以发动宫廷政变 把他们全给逮起来 要发动宫廷政变 他就要倚仗北京武警总队 当时就暗示习近平不再信任中央警卫局 不再信任北京卫戍部队 而且的确是不断的换人 中央警卫局局长7月中旬才刚刚换人 就换了一个从野战军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周鸿许去入主中央警卫局当局长 而习近平以前任命的一个副局长是从福建调上去的 叫做陈登吕 在那里做了一年半 并没有扶证 显示习近平对他也不信任 而前任的局长王少军早在2019年就被停止 去向不明不知所终 而同样道理 北京卫戍部队就是有3万重兵的卫戍部队 负责所谓首都的安全 也负责所谓党中央安全 也不断的换将换人 显示习近平对他们失去了信任 所以习近平现在一是依仗北京武警总队 第二就是依仗特勤局 在北戴河会议期间 说习近平的警卫就由特勤局负责 具体来说就是由特勤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王小洪负责 而王小洪同时也兼任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 以前他还兼任过北京市副市长 还兼任过北京市公安局长 那两个职务随着他当特勤局局长之后放下了 他现在的职务就是两个特勤局局长兼公安部常务副部长 就是掌控公安部 同时掌控特勤局 也就是说王小洪直接听命于习近平 而不听命于其他任何人 从习近平保卫工作的这种奇异的安排 就可以看出他本身并没有安全感 所以清晰媒体对习近平政敌的这种威胁 恐吓 警告 不仅无效 到反过来证明是习近平心虚的表现 内心虚弱 没有安全感 心中完全没底 也就是说完全没有底气 心高气短 眼高手低 不要说很难做到把其他六常委都赶走 他自己独断乾坤 就是说连任他的困难 面临重重的闲阻和暗交 东京奥运会已经结束 有关中国奥运选手全红禅的议论仍然在国际上发酵 全红禅只有14岁 他参加奥运或者参加跳水 最后得了冠军 但是他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母亲治病 因为母亲和爷爷常年卧病在床 家境贫寒 一下戳穿了中国全民富裕或者说全民小康的神话 因为既然全民小康 怎么会漏掉一个世界冠军和他的家庭 最重要的是 全红禅从7岁开始受到魔鬼式的训练 这种非人性反理性的训练引起了国际上的愤慨 因为从7岁开始他就被做跳水 他自己说每天跳400多次 如果每天跳8小时的话 那每一小时要跳50次 几乎每分钟都在跳水 如果说每天要跳16小时的话 那他也要每个小时跳25次 就相当于每过一分钟都在跳水 如果说每天跳20小时 据说中共的超强训练有达到这个程度 然后每个小时他也要跳20多次 而他的教练不是女性 而且是男性 就按照男性的标准在训练他 以至于14岁的全红禅出场的时候 很多人认不出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在东京奥运会结束之后 德国的奥会主席霍曼就直接批评了中共的这种做法 说奥运会不应该允许像全红禅这样的儿童运动员的出现 尤其是他受到了那种艰苦的训练 非理性的训练 他说很难想象全红禅三岁 五岁 八岁 他的人生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言下之意 这一切太反人道 太反人性 中共方面没有直接回应德国奥会主席的说法 但是中共方面假装引用其他一些说法 说奥运会没有年龄限制 说没有下限 还说在德国历史上 德国的运动员中也有14岁的 但是中共方面没有向中国人民说清楚的事 不管是德国 美国 还是其他民主国家 西方国家 如果说有小队运动员 年龄大小的运动员 他们都是来自于征召 从民间来征召 比如说这个运动员在正常读书上小学 或者是初中 或者是高中 由于奥运会的需要 国家征召他 他作为本来是业裕选手 一边学习 一边在参加一些体育活动 征召来参加国家奥运队 就如此而已 但是即便是在德国出现了14岁的运动员 他并没有耽误他的学业 也没有耽误他的生活 有正常的假期 有正常的休息 拳后禅却相反 完全没有学业 就是直接参加训练 年复一年 每年 每月 每日都在训练 而且按他自己的说法 连动物园都没去过 连游乐场都没有去过 然后得奖之后 唯一的愿望就是希望能够去游乐场 动物园去游览一下 希望能玩一下电子游戏 另外 当天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吃很多东西 说要吃辣条 他喜欢吃辣条 这就是一个卑微的愿望 而他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 几乎连一般的名词都搞不清楚 显示他完全没有起码的文化教育水平 比如记者问他 你的性格是什么 他不懂性格这个词 说姓哥 谢哥 是不是姓的哥哥 或者是姓哥 某种生物 然后又问他 说个性 说说的是个性 他个性也不懂 只重复这个词 人家又会说风格 风格他更不懂 他只是傻傻的重复 非常害羞的笑 完全无法回答记者的问题 让中外这些华人看得都非常震惊 一个14岁的女孩不懂什么叫性格 个性 或者风格 这些简单的词汇 说明他的整个文化教育 他的正常生活都被中断了 完全被训练成了跳水机器 机器人 或者是螺丝钉 成了被举国体制压榨的一个机器人 一个活生生的人被压榨成一个机器人 或者说一个本来是鲜活的生命 一个鲜活的女孩 被证成似乎是男孩 或者是男人性 男人性的超强训练 所以这是一种扭曲 这是一种畸形 这是一种异化 这很难为国际社会所接收 也很难为中国正常社会所接收 但是这个现象就是中国社会的现象 中国社会的怪胎 权红禅是无辜的 他不是怪胎 但这个现象 权红禅的现象却是一党专政下的怪胎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提醒新来的朋友记得点击订阅本频道 并按下小铃铛 以收到及时的节目通知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